Hello大家好,我是幽灵 有位网友希望我使用上忍手里剑加上闪现来玩一下 其实这个漫天投掷的效果我很早以前就玩过了 所以这一期咱们就给忍者大师换上不同的投掷物来玩一玩 这里我挑选了一些模组里面的投掷物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登场的这款投掷物是一对巨大的绿色光球 其实这就是扩展派系里面那个生化士兵的投掷物 只要被这个绿球击杀以后 敌人的尸体就会呈现出一个不断膨胀的效果 使用上忍手里剑打出这款投掷物 威力自然也就提升了不少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款投掷物就是扩展派系冰霜巨人使用的冰锥 其实这个冰锥就是冰法师使用的冰锥的加强版 同样是配合上忍手里剑 这个效果就可以打得敌人无法前行 这款投掷物非常的眼熟吧 之前咱们用百倍攻击玩过一次 也是扩展派系里面的血物 现在看来用上忍手里剑打出来的效果也不赖嘛 咱们再来看看这款夺魂术的投掷物效果 哇哦 非常不错呀 攻击频率和观看效果都很舒适啊 用上忍手里剑投掷金币箱子会发生什么效果呢 哇去 感觉被炸弹炸开了一样 所有人都被金币吸引过去了 为了这些金币啊 他们不惜自相残杀呀 这个效果是精灵的绿色光球 但是我感觉它是加强了 击杀的速度应该是和忍者的攻击频率有关的 咱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双手投掷雷神之锤的效果 哇 人物本体跟着雷神之锤一起飞了出去 感觉忍者是把雷神之锤当成了座机 非常愉快地集在上面进行推进式的攻击 这攻击效果太爽了吧 这次咱们忍者手上拎着的是两颗炸弹 但是这不是一般的炸弹哦 而是巨型炸弹 威力自然也是非常巨大的 完了 好像是把自己玩挂掉了 这个东西还是太危险了 这次手上拿的还是炸弹 但是呢 这个炸弹是带有恐惧效果的 威力肯定是不能和上一组相提并论的 虽然伤害不是很高 但是玩起来比较有趣啊 这次忍者的手里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这次要使用的是风系法术的偷珠 这个效果和狩猎女神的封剑是差不多的 它是扩展派系里面风系法师的独有偷珠 现在加载到上任手里剑里面 是不是可以称作为风盾手里剑的呢 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 大天使的圣剑 这两把剑非常巨大 忍者他是怎么抓起来的呢 虽然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但是他的攻击判定是根据从上而下刺入地面而触发的 横向攻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伤害效果的 好的那么本期的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会